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句话如果用大白话来讲就是 进攻之所以能取胜 就是进攻了敌人意料不到的一方 防守之所以能成功 就是隐藏了自己 让敌人无法发现 所以善于进攻的人 能够使敌人不知道应该防守哪里 而善于防守的人 能够让敌人不知道应该进攻哪里 这无疑是战争攻守中 最最上乘的境界 即便时光仍然历经千年 依旧被当今军事家奉为经典 那么既然被奉为经典 就必然有所应用 在现代武器中 对于兵圣孙武这句话 诠释的最淋漓尽致的武器 就是大洋中最致命的杀手 核潜艇 无论是以保护几方的舰艇 猎杀敌方核潜艇为任务的 攻击型核潜艇 还是以生存为目的 隐藏四级好在关键时刻 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 战略导弹核潜艇 行动时都会隐藏在大洋深处 伺机而动 而待命时 往往都会躲避在坚固的掩体中 并有专门的水下通道连接大海 能让核潜艇 在神不知鬼不觉中 悄然出航 躲避敌人跟踪 比如苏联和俄罗斯 就修建有数座地下核潜艇基地 这些基地都藏于距地面 一百余米的花岗岩山体内部 且规模庞大 内部复杂的结构犹如迷宫一般 由于隐藏在山体深处 这些基地神秘而不易被发现 并且能够依托山体 抵御核武器的打击 基地对外都会预留 数条水下通道 以供核潜艇进出 基地中不仅建造了 数百米长的战桥供潜艇停靠 还尽有干船屋 可对核潜艇进行维护和修理 当然这些地下核潜艇基地 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为了让几方核潜艇 特别是战略导弹核潜艇 隐蔽出航 以躲避早已在周围海域 等候多时的 美军攻击型核潜艇跟踪 其实面对美国核潜艇跟踪威胁的 不只有苏联俄罗斯 我国也同样 根据美军已公布的资料分析 美国海军经常会派遣 攻击型核潜艇 南海等海域 搜寻并跟踪我军 出航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特别是在我军的 新一代094型核潜艇 以及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 形成作战能力之后 这种行为便更加频繁 为了制止美军这种 威胁我国战略安全的行为 一方面 我国加紧了对南海地区 固定海底声纳阵列系统的建设 并部署了高新6号固定翼完潜机 以求将南海打造成堡垒海域 另一方面则在三亚亚龙湾 东面的亚龙半岛上 修建了大型核潜艇基地 这个基地在水面上 建有三条超过200米的战桥 并建有大型地下设施 可供我军核潜艇隐蔽 虽然我国军方至今没有公开 这一基地的相关资料 但小冰冰曾经去过亚龙湾 当你站在亚龙湾 银白色的沙滩上 感受大海和泳装美女 带给你无尽享受的同时 如果你向东望去 往往都能看到数艘停靠在战桥旁的 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和093型攻击型核潜艇 这也充分说明了 我军近年来核潜艇数量增长很快 特别是其中的094型战略核潜艇 当需要执行战略巡航时 便可以先进入地下基地进行装备 应利用夜色以及基地的掩护 悄然进入南海 大幅提高了094型核潜艇的隐蔽性 再加上亚龙湾外海优良的水下情况 094型核潜艇离开基地80公里后 水深就可以达到200米 十分利于094这种大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活动 在铺设海底声纳阵 部署缓潜机 建设地下核潜艇基地等一系列防卫措施下 的确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美军攻击型核潜艇的抵近跟踪 但前段时间 我国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 就是美海军对于我国上述防卫措施的应对手段 美海军的攻击核潜艇等在远海 由无人潜航器近来跟踪目标 关键时刻才由自己的攻击型核潜艇扑上来 给予我军弹道导弹核潜艇致命一击 对于美军这种严重威胁 我国战略核安全的危险行为 小兵兵想说 你美军虽强 在全球各大洋上横行无阻 但这里是南海 中国南海 从古至今 我们都对此海域有着无可争议的主权 所以你美帝千万不要低估 解放军捍卫祖国领土 以及领海主权的决心 如果你们胆敢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就是拼着玉石巨焚 也要让你明白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解放军征兆女兵时体检会发生哪些尴尬的事情 对于反击战中 越南女兵为何从不穿内衣 美军军营中几乎都是男性 为何每年消耗如此多的套篷 关注每日点兵微信公众号 回复体检 点兵小姐姐告诉你答案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